对,放下我的执着,是的,谢谢 好,等一下走了,各位有一支金凡,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你去洒水啊,河边啊,树林啊,你给他挥一挥 因为他们金凡就是在念经的意思 当风一吹的时候,他就在念经 所以你看到不丹啊,习经啊,印度他们都挂在很高的地方 一直吹,一直吹,然后底下经过的动物啊,人啊,将来都不会堕落二道 所以,譬如说你喜欢念阿弥陀经,你可以自己请人家运阿弥陀经 运地藏经,他吹一遍就等于一亿遍啊,父亲说的 所以为什么挂金凡在药师经,说一个人生病快死了 你可以挂四十九面,金凡,这个人一定长寿,我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点西藏人,他就按照这样做得很长很长,到处挂 那我们汉人是挂在大殿里面 大殿只有挂任岩咒啊,大悲咒啊这样 所以等一下会拿一支,但是这个收的时候,他这边有一条线啊,你要 按照这样,然后再卷,然后就带出去 你去超市买东西最好也带去 因为那边有很多肉啊,然后你给它散一散,它就可以超度 如果不需要拿出来,用这样也可以,因为你观想就好 可以有风的地方,你可以挥洞 然后它有光,那就会出去了,这是一种慈悲吧 晚上不好睡觉,放在床头,保证不会有问题 那些他们叫鬼魔不侵啊 所以西藏人也好,不单的人,那边有车祸,他一定会挂在那边 那个地方就会清净 就像我们汉人,那里有车祸,我们就会写个拿摩阿弥陀佛 天主基督教就会放着十字架在那个地方 就是希望那个地方不会第二次车祸 所以这个金凡也是这个意思 等下要走了,门口可以拿一支 如果你昨天没有拿到红色线的,外面也有 那个红色线你们可以跟他送那个佛像把它穿过去挂起来 因为那个是金刚神,那个是念过经的 你好海盗法师,是这样的 我这个两个礼拜啊,持续失眠 睡不着,翻来翻去的就是 心一直沉淀不下来 我呢,睡不着的时候有时候会默念阿弥陀佛 但是呢,念念念念念,又念不上了 有时候自己闭上眼睛冥想 冥想到观世音菩萨就在我身边 拍着我,让我放松,让我快点睡觉什么的 但是,还是翻来翻去睡不着 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在你身边有个冤情在住 就是无形的,在干扰你 他没办法跟你沟通 对啊,所以他就希望你就是了解 所以,第二个是因为你最近可能有什么压力 会放在你心里,你没有把它超越掉 所以当然这个你要自己去想 如果你完全都没有,我没有什么烦恼,我没有压力 那就是冤心在住,比较重 那你就把这个冤心在住 替他睡觉前,念念心经,抄心经,替他放声 类似这个,回向给他 然后,当然今天晚上你可以帮他写牌位 帮他立个名字,让他有个名字 比如说我现在就帮他取名叫智慧 他就很好记了 智慧的智慧 那你就帮他诵经 至于这个冤心在住是什么冤心在住 我就不知道,可能他们就要有时间就要问 有些是什么,过去你伤害他 有些是过去你逼迫他 这样而已,甚至有可能是多胎太儿 都有可能 就是说,因为这个要去找出来 但是至少你有再对他回向了 他就安定了 造成我,你可以这样想 造成我晚上睡不着觉的冤心在住 然后你再帮他做一些好的行为 包括放声、点灯、诵经 因为之前我有念过那个地藏经 一个礼拜送一次 因为现在呢,因为我工作原因 就是没有时间了 我就请了一部地藏佛的佛机 在那儿,就是临走之前 我就在那儿打开,在那儿放 顺便再说回向给我的前世今世的冤情在住 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子可行不可行 也是可以,只是说 因为他也是个工 如果说你放一部诵经的 你要观想,也要相信 他的声音真实可以帮助什么 就是你要有个动机在那个机器上面 然后希望这个动机 让所有的众生 特别是鬼魂得到安宁 得到平静啊,这些 但是,刚才睡不着 好,大部分佛教讲的就是 除了你的精神压力 大部分都是无形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搞不好是祖先啊,刚刚讲的 堕胎胎儿啊,你伤害他的 都有可能 但是你就针对这个 反正不管哪一位 反正你有在帮他修福报 甚至睡觉前念一下心经 念得很慢 我想佛经不是说有没有时间念啊 你每天念一千遍 地上菩萨也很快 地上菩萨说每天能够念一千遍 就有护法神在你身边了 就是没时间也可以这样 念名字就好了 试试看 你就是说 你自己要去试试看 哪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睡着 你就抓住那个方法 就是哪一天睡觉前你念了什么 或是今天心情很平静 然后就会好睡 或是你去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你就把它当做有一个冤心在主 反正他也不是叫我们做坏事 他永远都是叫我们做好事 回向给他 这样就好了 好的,谢谢,谢谢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我是石耀署署长吴秀梅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安心至餐厅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了公块母池 而参与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厨师喷条时 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平卫生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咳嗽、不舒服症状 就要紧速就医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明节时期 为期八天的梁黄宝灿法会正式开始了 很多时候佛教徒会把清明和梁黄宝灿画上等号 但鲜少人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最后要一位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要在五年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会发现其他人的艺术 在六年里 在六年里 会被用到六年里 让我们来一下 让我们去看到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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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